咱们今天来说一件发生在济南的案件 这个案子最终破获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 最终取得突破的是一枚残缺的指纹 咱们先从2015年说起 2015年刚一入夏 这天气可渐渐的热起来了 李先生这心情 随着这天气变热也是越来越糟 为什么呢 不光是热让人烦躁 更重要的是每年这个时候 李先生都得难受一阵子 因为李先生的妻子 在17年前的那个夏天 永远的离开了他 那时候他们的儿子还不到三岁 李先生的儿子 当年妈妈出事的时候不到三岁 到了15年的时候已经是20了 并且上了大学 可能也因为妈妈的原因 所以李先生的儿子读的是法律专业 平时有事没事就经常研究刑事案例 看了那么多的案例 最让他揪心的 最让他感觉遗憾的 就是自己家的这起案子 因为这个案子始终还是个谜 这案件呢 长达17年都没有告破 当年李先生的妻子是非正常死亡 尽管事情过去17年了 但是对于李先生和儿子来说 心里边的这个阴影啊 始终也挥之不去 在17年前 李先生夫妻俩生活在济南市的郊区 当年呢 为了改善生活 赚点外快 李先生夫妇啊 就买了一辆面包车跑出租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 哪有什么人说开私家车呀 对吧 平时出去打个车 那都是很奢侈的事情 对吧 那个年代大伙出去 说打出租车 也就是什么大发呀 就那黄面包啊 要不就是什么夏丽呀 买车的费用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等于是天文数字 李先生夫妻俩呢 除了拿出来所有积蓄之外 还借了不少钱 为了能够多拉伙 多挣钱 夫妻俩呢 也是进行了分工 妻子张彩云呢 跑白班 晚上危险呢 那么就有李先生呢 跑夜班 1998年6月28号下午 当时啊 天气很闷热啊 李先生和妻子张彩云 见了这辈子 他们见的最后一面 那天下午两点左右 张彩云开着车 把丈夫和儿子送到市区一家游泳馆 那时候呢 儿子才两岁多 夫妻俩呢 也有意的培养他啊 让他学学游泳吧 儿子呢 也特别喜欢 随后张彩云就开着车去拉活了 按照夫妻俩往常的约定啊 每天下午五点多 张彩云呢 会把车开回来 然后换成丈夫 跑夜班 张彩云在家带孩子 可那天直到天黑了 张彩云也没回来 那时候通讯条件很差呀 大伙也没手机呀 就这么着 李先生啊 四处就找 找了一个晚上 也没找着 到了第二天 左等右等的李先生 终于得到了关于妻子张彩云的消息 可是等来的却是这样的一个噩耗 那么第二天上午 李先生接到了什么消息呢 说妻子张彩云呢 在商合出事了 出事的地点 就是距离济南市几十公里的商合县 这商合县 为什么叫商合 咱这也是岔开一嘴啊 过去啊 这也说过去年头可长了 在西汉时期 这个地方呢 经常闹水患 有一个官员叫许商 他呢 是奉命前来治水 前前后后十三年 引河入海 这算是治水成功了 当地老百姓啊 再也不用受水患之扰了 为了纪念许商 老百姓就把那条引水入海的河 叫商合 而这商合县 就是跟着这商合 这名字叫下来的 张彩云的面包车呀 就在商合附近的一片树林子里边 被人发现了 那辆车呢 就是一辆天津大发啊 现在年轻的朋友 可能都不记得了 都不知道什么是天津大发 但是像我这个岁数的 或者比我再大的 对天津大发 那肯定是印象深刻 对吧 那是当时天津汽车厂 从日本引进的大发牌的小面包车 当时非常的红火呀 这辆车呢 就在这树林子里边 被烧的透透的 车里还有一具尸体 这尸体也被烧了 已经碳化了 商合警方呢 这么多年 一直还保存着当年拍摄的现场照片 就可以看见面包车都被烧成了一个空壳子 车门呢 趴着已经死去的张彩云 法医啊 通过检验尸体 这才发现 张彩云身上 同时还有着钝器伤和锐器伤 这就意味着又被什么沉重的物件打击过 又被刀子给捅过 由于现场已经被大面积的焚烧了 也被附近的老百姓看热闹的破坏了 所以民警呢 并没有在车里啊 在车身上啊 提取到凶手的指纹等关键信息 而根据车牌照号码 警方最终确定 受害者就是张彩云 这才通知了张彩云的丈夫李先生 李先生接到电话之后 他始终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啊 当时听到这信 感觉脑袋轰隆一下 一片空白 后来把这事跟家里人这么一说 整个大家庭这可就乱了套了 现场经过仔细查看 民警就发现呢 这面包车车底的那油箱的螺栓 被人给拧开了 现场呢 还遗留了一个烧毁的油桶 民警一想 这犯罪嫌疑人 应该是从车的底部打开的油箱 用油桶把油接出来 然后交到车上点火焚烧 也就是说 烧车的油就是这辆车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在拧螺栓的时候 如果没戴手套什么的 他就会留下指纹 民警啊 就赶紧对油桶进行仔细勘查 终于发现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油桶的侧面 有一枚残缺的指纹 这个油桶呢 说白了就是一个铁皮盒子啊 就是装汽油的这个工具 这盒子上有指纹 那么这指纹是谁的 十有八九 那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呀 那么犯罪嫌疑人到底是谁 现在有了指纹了 那就围绕着指纹 开展侦查 警方首先呢 要琢磨明白一个问题 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张彩云为什么会遭此毒手 当时警方在济南做了大量的工作 因为当时是98年 路上啊 也没那么多的监控摄像头 可以说各方面的侦破条件都不是很好 再说出租汽车吧 他也没有什么一个联网的系统 对吧 到底是谁租的车呀 走的什么路线呢 警方当时啊 实在是没有办法调查那么清楚 从张彩云身上的伤 以及这车辆被焚烧的痕迹来看 凶手似乎跟他还有着挺大的仇 这要是一般为了劫车杀人 劫财杀人 你把人赶紧杀了 赶紧扔了就完了 但是他这把车给烧了呀 并且哪怕你就是不抢车光抢钱 你杀人把人杀了就完了 你捅那么多刀干什么呀 又拿东西砸 又拿刀筒 最后还烧的 可据李先生说呀 他自己呢 没有什么仇家 妻子呢 应该也不会和人结仇 唯一有可能啊 导致遭遇报复的情况 那就是同行之间的竞争 有一个我非常崇拜的人说过啊 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竞争 对 就是郭老师说的 那么会不会是张彩云的这些出租车同行们 恶意的打击他报复的呢 当时张彩云的隶属于当地的一个出租车公司 警方就对公司里的多名出租车司机进行了走访 对于可能和张彩云有矛盾的人员进行了重点摸牌 可是查来查去 这夫妻俩呀 在公司里边人缘也不错 没有什么人说跟这对夫妇有仇恨 那张彩云的遇害 跟仇恨又无关的话 还能跟什么有关系呢 这个呀 咱们先放到一边 咱们再来说 警方还要搞清楚 当时作案的到底有几个人 但是确定不了 因为现场被糟蹋的一塌糊涂啊 但是警方还认为 一个人单独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凶手把现场烧的那么彻底 说明他不想留下蛛丝马迹 那么这说明凶手会不会是附近村庄里边的人呢 作案呢 一般都有一种心理 得是自己熟悉这条路线 或者说熟悉这个地方 他才能够比较安心的 比较踏实的 在这个地点来进行作案 这个案子上来说 这凶手啊 能够在济南租了车 把车租到这地方来 专门选到这儿作案 应该说 他对这里肯定很熟悉 他到这儿 甭管是作案 甭管是抛尸 他这心里是有安全感的 所以当时警方就认定 这应该是当地人作案 这也算是定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基础的侦察方向 而根据凶手打开油箱 放油的做法来看啊 凶手很可能懂得汽车维修 别说那个年代了 时至今日 家家户户都有汽车了 可现在啊 给您出一道题 让您把您自己车上的那个放油螺栓 给他拧开 把油给放出来 您知道那螺栓在哪吗 都不一定能找得着吧 更何况98年的时候 汽车还没那么普及呢呀 会开车的 会修车的 没多少人 警方呢 就画了一个大致的侦察范围 汽修厂 或者是客运公司开车的司机 然后呢 就可能是居住在 或者工作在 现场周边的这些村庄 于是民警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围绕着周围 二十多个村庄 进行了大范围的排查 没找到一个人呢 都会采集指纹 和案发现场 油桶上的指纹 进行比对 主要呢 是排查男性 年龄 在二十岁 网上 六十岁以下 重点是有犯罪 前科的人员 或者是有驾驶技术 或者修理技术的人员 当时啊 条件很艰难 跟现在直接传到系统 指纹比对 对上了 那不一样 过去你只能是把指纹 打印出来 人工啊 对着这俩指纹 一点一点的比对 可是警方先后走访 排查了一千多人 提取了几千枚指纹 都没发现 与嫌疑人 指纹相吻合的人 案发之后 警方连续工作了 两三个月的时间 案件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张彩云的遇害 也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警方之前的侦查方向 出现了什么遗漏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张彩云遇害之后 警方呢 连续工作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案件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所以这起案子 也就成了一起 暂时没有侦破的悬案 警方之前划定的那个圈子里边啊 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 于是就开始怀疑 是不是外地人 把这个车给劫持了 或者说当时发现张彩云的地方 已经是第二现场了 是个抛尸地点 警方对周围各个县市啊 都进行了检查 可是也没什么进展 好好的一个人 突然就这么遇害了 到底是被谁害的都不知道 这种痛苦对于张彩云的家人来说 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折磨 尤其他的丈夫李先生 上游老下游小 妻子没了 日子得接着过呀 孩子你得把他抚养长大呀 李先生的出租车呀 很长时间都不再开了 因为只要一开车就会想起妻子来 但是你毕竟买车也是借的钱呢 你还得交分子钱呢 李先生后来呢 又强忍着这种悲痛 开启了出租车 原本想开车致富的李先生夫妇 被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 人生轨迹就彻底变化了 每年到什么重大节日啊 过年啊 中秋节呀 家人都在一块团聚的时候 这时候啊 谁都不敢提张彩云 因为大家都知道 互相不提都埋在心里 也就这样 一旦有一个人提了 大家心里真接受不了 张彩云被人害死的时候 儿子还不到三岁 乍一离开妈妈呀 很不适应 整天哭着 就让李先生啊 去找妈妈 妈妈去哪了 怎么还不回来 李先生呢 只能编写理由来应付 而每回哄完孩子 李先生都自己背过身去 默默的擦眼泪 等到再长大些之后 李先生的儿子已经知道了 妈妈不在了 而且是在意外之中离开的 但究竟是怎么回事 谁也不知道 家人呢 也都不再提这个事了 儿子好奇啊 每回就问 甭管是问谁 问姑姑也好啊 问什么表哥 堂哥也好啊 大家都不愿意提起来 儿子呢 也就没办法再问了 李先生的儿子 总是试图要解开这个疑问 如果妈妈和谁有仇怨 而遭遇了毒手 那么凶手到底是谁 又因为什么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这么多年来 凶手啊 一直是逃亡在外 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李先生的儿子啊 就因为思考这些问题 思考不明白 他就认为 我不理解这犯罪者的心理 所以呢 在大学的时候 专门选修了犯罪心理课程 当然 为侦破张采云案 努力的家人 不仅仅只有儿子一个 当年在警方全力破案的时候 家人们呢 一直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努力啊 到处的贴告示 征集线索 还留下了家里的电话号码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也登报纸 也找媒体 可是都没有什么线索 没有一个电话 为破案提供了帮助 但是那个号码 17年从来没变过 就怕万一哪天 有一个有用的电话打过来 你要是换了号 你接不到 怎么办 17年前 有关张采云遇害之谜 始终就像阴云一样 笼罩在这个家里 当然了 这也成了这些年 商和县警方的一桩心事 这是机案命案啊 每年都得把这案子拿出来 有了新的线索了 立刻就会重新成立专案组 继续跟下去 案件发生之后啊 商和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先后换了好几任主要领导了 但是呢 谁也没有放弃对案件的侦破 在公安局的物证保管室里 现场提取的那枚残缺的指纹样本 一直被小心翼翼的存放着 那是这起案子的唯一的关键线索呀 警方也相信 就因为这枚指纹迟早能够追踪到犯罪嫌疑人 十几年过去了 办公地点也搬迁了 人员呢 也不停的更新 但是证据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其实这17年的时间 随着形式科学技术的发展 指纹采集也好啊 比对技术也好 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警方呢 开始不断的把各个案发现场提取到的指纹 录入电脑系统来进行管理 张采云遇害案件里的那枚指纹也不例外 而同时 民警在处理一些违法犯罪的嫌疑人时 也会采集他们的指纹信息 并且录入电脑 久而久之的 电脑之中啊 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分门别类的指纹库 假如说有犯罪嫌疑人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时 曾经被警方采集过指纹信息 那么当他指纹再次出现在某个地方的时候 警方就能快速的锁定这个对象了 当然这个机制啊 我们现在也都很熟悉了 98年当时呢 指纹是半自动识别系统 更多的是依靠人力识别 也没建这个自动系统比对的库 99年 从建库开始 那个现场的残缺的指纹 就录到了现场库里了 每年呢 警方都不定期的拿出来啊 重新的进行比对 自从张采云遇害一案中的指纹 被采集进电脑之后 几年之间 那枚指纹也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比对 可是没有一次比重 并且加上那个指纹啊 并不完整 有一些残缺 所以比对起来呢 比普通的指纹要更难 但就在2015年7月28号这一天 一个令人欣喜的比对结果出来了 经过反复比对 这回啊 终于比重了 那么 到底这枚指纹是属于谁的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上期节目最后啊 咱们提到了 民警啊 通过指纹比对系统 终于给对上了 发现当年提取的那枚指纹信息 与商和县某村的村民王远山的指纹 高度一致 这王远山呢 最近呢 因为涉嫌一起治安案件 被处罚过 所以在公安机关留下了指纹信息 得知了这个比对结果之后 最兴奋的那必然是商和警方啊 这意味着商和的那个村民王远山 很可能就是17年前 那桩命案的犯罪嫌疑人 哪怕杀人的凶手不是他 至少他也是重要的作案参与者 17年的时间呢 总算是柳暗花明有线索了 但是呢 这个指纹通过指纹库的比对之后啊 只能说这两枚指纹是相符的 你还不能最终确定 只有把王远山这个人给逮回来 然后把这王远山的指纹再重新的拉一遍 再重新的做几遍确认 这才可以 所以现在的重中之重 就是必须把王远山给弄回来 这案子才能算正式的突破 民警了解到45岁的王远山平时呢 在商合县城一带打工 干点建筑装修之类的活 那么王远山当年是不是跟遇害者张彩云有什么样的瓜葛 所以导致了案件的发生呢 正当民警啊准备进一步侦查的时候 却了解到王远山刚去四川打工去了 王远山平时呢 一直都在老家 就在商合 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外出呢 还跑那么远呢 民警就想是不是调查过程之中走漏风生了呀 可最终啊 还是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在走访之中 对于王远山和张彩云的关系 民警呢 并没有调查到 因此 假如王远山就是犯罪嫌疑人的话 他的作案动机 民警没法判断 眼下找到王远山 这才是当务之急 只有找着他 才能彻底的攻克这起悬案 警方了解到 王远山呢 去了四川梁山 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沟里边打工 那呢 地理环境很复杂 连公交车呀 都不通 想去王远山打工的工地 必须是自己开着车去 而这显然对于民警的隐秘侦查 极其不利 因为你要是有公交车 有公共交通啊 我在穿着便衣 没人怀疑 但是在这大山沟里边 他也不是什么旅游圣地啊 突然冒出来几个自己开车过来的外地人 你想干什么呀 所以警方呢 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绝对不能走漏任何消息 那个地方周围啊 全是高山大川 如果嫌疑人跑到山里边去 你再对他进行抓捕 难度就非常大了 2015年 8月初 民警赶往四川 决定化妆侦查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 他们呢 就假扮成建筑施工的检查人员 就接近了王远山 正在打工的那个工地 并且顺利的找到了王远山了 这民警啊 不是已经假扮成检查人员和施工人员了吗 就以检查宿舍和看图纸的这种借口吧 这种理由秘密的接近了王远山 当时王远山呢 在工地上给人开水泥搅拌车呢 对于民警的突然出现 王远山表现的很意外 民警呢 对他进行了询问 王远山就说呀 我到四川打工 是老乡介绍的 因为这边工钱多一点 从王远山的说法上 民警并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破绽 王远山呢 也承认 说最近呢 跟人打了一架 涉及治安案件了 被当地派出所呢 处罚过 除此之外 王远山再也没交代其他的事情 然后他就跟民警说 我什么事都没有 你们找错人了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找我呀 王远山的表现 也使民警产生了一些犹豫 因为王远山平时呢 都是在商和本地生活 很少去济南 理论上来说啊 他跟当年遇害的张彩云 应该不会有什么瓜葛 什么纠纷 那难道是指纹的比对 出现了误差了吗 毕竟现场油桶上 一流的那枚指纹 我们说过 它是有残缺的 为了慎重起见 民警决定把王远山 从四川带回山东 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可就在火车刚刚开动的时候 沉默了很久的王远山说 我想交代一些问题 他当时呢 就跟一个民警要烟抽 能不能给我根烟抽啊 也赶上这民警呢 不抽烟 自然也就没有烟 就跟他说 我呢 没烟 我也不抽 我可以让你喝点水 你可以考虑考虑 行吧 我先交代 火车上的王远山交代 十七年前 他的确是张采云遇害案的犯罪嫌疑人 回到山东商河之后 王远山又进一步供述 说和他共同作案的呀 还有同村的一个老乡 叫王进水 当时呢 在济南开了一个小饭店 当时啊 他们俩人商量着作案 本来是想抢劫一辆车 卖点钱 1998年6月28号那天下午 同伙王进水 在济南市区 就租了张采云的出租车 到了商河之后呢 接上了王远山 俩人就坐着车呀 朝着偏僻的地方就过去了 等夜幕降临的时候 王远山他们俩呢 在商河一片树林里边就准备动手 打算控制张采云 但是遭遇了张采云的反抗 当时这王进水呀 随身带着刀子 绳子 还有一把自制的土枪 他们最终把张采云就打死了 一看出了人命了 这车也没法要了呀 也不敢要了 决定把车就烧毁了 王远山呢 就从面包车底部打开油箱 用油桶把汽油接出来 正是在那个过程之中 留下了这枚指纹 您各位还记得吗 咱们在前两期节目说过 当时警方啊 就怀疑 这作案凶手 一定是学过汽车修理 或者就是什么公交司机呀 出租司机呀 这类人群 因为那个时代说实话 真正开过车的人很少 懂汽车修理的更少 民警控制住王远山之后 这一讯问者才知道 原来17年前呢 王远山在商合县城 跟别人学过汽车修理 您各位又该说了 当年不是排查过这部分人群吗 怎么就没查着他呢 他呢 是会开车 但是没证啊 那个年代那汽车质量也不是特别好啊 总容易坏啊 修车的过程之中 跟修车师傅学的 所以也没受过正规的这种修车的培训 自然而然的 他也不是修理汽车的专业的工人 他既会开车 又会修车的这个经历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都不知道 再加上呢 当时他所在的村子距离案发现场也比较远 所以那起案件发生之后 警方大量的排查 却没有查到王远山 听了王远山的供述 警方认为他说的应该没问题 因为他讲的很多细节啊 只有警方查阅了这个案子当年的案卷 看了现场的图片才能清楚 这王远山讲的都能对上 王远山交代的作案经过 和案发现场当年的勘察情况太接近了 不过呢 为了更加慎重 商和县警方也找到了张采云的丈夫李先生 以便更精确的核对当年案发时的部分细节 包括车里边的小细节啊 车里有什么装饰啊 受害人张采云当时身上穿的什么衣服啊 佩戴着什么首饰啊 都一一进行核实 根据李先生的回忆 张采云遇害时的穿着打扮 车辆内部的物品摆放 和王远山交代的完全相符 到了这时候啊 警方的也没告诉李先生说案件进展到哪一步了 因为毕竟没有最终攻破嘛 但是李先生已经预感到 妻子遇害的悬案终于有眉目了 所以啊 说回来 十七年前 张采云就是跟人无冤无仇 惨遭毒手 就只是因为王远山他俩抢劫 尽管已经逃亡十七年了 但直到落网之前 王远山的心理可从来没平静过 这些年呢 一直都不踏实 作案那年 王远山二十八岁 当时呢 在商和县城打工 收入还算不错 但是就想着挣快钱 这算是走了邪路了 他说呀 这么多年 别看我一度侥幸的逃脱了抓捕 但我内心的负罪感无时无刻的不再折磨着我 自从作案之后 我家里边也遇到了很多麻烦事 哎 我感觉呀 这就是报应 我爹妈呀 都得了病 老去住院去 我侄女出车祸死了 我这些年呢 也是干啥 啥不顺心 作案的时候 王远山的孩子和被害人张采云的孩子一样大 都是两岁多不到三岁 可就是因为王远山哪 张采云的孩子永远没有了妈妈 作案之后 为了担心走漏风生 王远山就和同伙王进水商量好了 俩人呢 也不再联系了 也别跟任何人提到这件事情 咱们俩也不是朋友了 所以这么多年来 王远山的家人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得知王远山17年前 曾经坐下过惊人的抢劫杀人案时 家人他也没有思想准备啊 时隔17年 张采云遇害之谜终于清晰起来了 但是王远山交代的同案犯罪嫌疑人王进水的情况 是不是属实呢 他会不会是王远山为了自保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目的才这么说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这王远山跟民警供述的时候啊 又供出来了一个同案犯 也就是他的老乡叫王进水 那么这王进水到底参与没参与呢 那得查呀 民警了解到王进水52岁 跟王远山呢是一个村子的 尽管年纪啊比王远山大 但是按照村子里的辈分来说 还得跟王远山叫叔叔呢 据这王远山说呀 17年前 王进水曾经在济南开一个小饭店 但是那个小饭店啊 很快就倒闭了 后来王远山跟他呢 也没联系 王进水的父辈啊 早年呢 曾经到东北生活 后来又回到了商河老家 王进水父亲去世之后啊 村子里边就剩下了他跟他的姐姐 他姐姐现在还在商河呢 当时就考虑啊 是不是能够通过他的姐姐 联系上王进水呢 据王进水的姐姐说呀 嗨 我弟呀 几年前离婚了 早些年呢 他确实在济南开饭店 但离婚以后啊 很少回来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呃 进水呢 就是几年前我儿子订婚的时候 回来过一次 后来我儿子结婚呢 他都没回来 都没参加 他离婚以后再也没联系过了 看来想通过王进水的姐姐 找王进水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民警又经过细致走访 终于了解到这王进水啊 曾经是个泥瓦将 懂建筑活 在济南的饭店倒闭之后呢 他很可能去山东围方找活干去了 据民警了解到的消息 王进水很可能在围方的寿光县打工呢 经过几天努力 终于找到了王进水曾经打工还有居住的地方 但是 当民警去的时候啊 那一带早就拆迁了 民警呢 在当地啊 又经过了进一步细致的查访 了解到了关于王进水的另一个重要信息 王进水离婚之后 在外边打工的时候 又跟别的女人共同生活了 那个女人家是山东合泽某县的 民警决定赶到山东合泽 看王进水是不是跟这女的回家了呀 嘿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经过六天的努力寻找 果然在合泽发现了王进水的踪迹 当时王进水呢 正在给当地一户村民家里边装修房子呢 民警就找着他了 当时王进水看见民警的时候 很吃惊 也很意外 民警带走王进水的时候啊 跟着王进水的还有一小孩呢 在那儿哇哇可就哭起来了 那个孩子是跟王进水一起生活的 那个女人的小孙子 这个小孩啊 是从小到大王进水带起来的 因为他跟那女人一块生活呀 所以他对这孙子呢 也非常疼爱 虽然不是亲生的 但胜似亲生 后来结果也证明 之前王远山的供述是真的 这王进水确实是和王远山一起杀害的张彩云 王进水呢 很快就交代了他当年参与作案的经过 在作案之前呢 王进水呢 不是在济南开了个小饭店吗 但是经营也不景气 一边开小饭店呢 一边打份零工 这时候可就动了抢劫致富的心思了 怎么才能来快钱的抢去吧 王进水交代 当年就是他在济南租了张彩云的车 赶往商河 上车之前 他就准备好了刀子 绳索 还有土枪 王进水说呀 本来他就想跟王远山一块把车抢完了就卖了就得了 可是在控制张彩云的过程之中 张彩云呢 在那不停的反抗 并且车上有把水果刀 张彩云用这把水果刀划伤了王进水 这一下子把王进水也激怒了 这才杀害了张彩云 当时他们俩做完案之后啊 分头就逃回了村子 回家之后 王进水的妻子一看他 哎呦 怎么身上有血呀 王进水就说 在外边跟人打架 被捅了一刀 他也不敢说他杀人了 第二天呢 王进水啊 又赶到了济南市区 干嘛呀 找一个私人诊所 把内伤啊胡乱处理一下 在这之后 由于担心被警察给找着 回家是越来越少了 在这种担惊受怕之中吧 这饭店生意也是越来越不行 慢慢的也就关了 由于长期不回家 这当媳妇的谁也受不了啊 是吧 感情就出问题了 俩人呢 就分了手离了婚 儿子就归妻子抚养 她的妻子呢 是06年和王进水起诉离婚的 就因为王进水常年不回家 并且啊 不光是不回家 连这个宣判的时候都缺席判决了 在外打工期间 她就认识了合则的这个女人 俩人呢 都是经历过生活的挫折啊 都是有故事的人 就组成了新家庭 说是组新家庭 也没登记 也没结婚 就一块过日子 王进水说 要不是这次落网 估计啊 就在何则 度过接下来的人生了 逃亡的17年之间呢 跟那个女人的感情 确实是让王进水感觉到了幸福 不过说实话 这17年呢 过得不舒服 提心吊胆 东躲西藏 甚至啊 没钱了 就找地方卖血还钱 咱们不老说句老话嘛 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 你做了这事 王进水也知道 早晚得承担责任 尽管王进水 这些年很少回家 但他跟姐姐呢 感情一直很深 可直到如今 警察把他给抓了 姐姐才知道 王进水当年干下的事 王远山和王进水 这对远房的书职吧 17年前 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 而残忍的杀害了张彩云 如今他们的生活过成这样 那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由于他们的落网 最难过的不是他们 而是他们的家人 咱们再来说张彩云家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但每次回想起来这件事 李先生也好 还是孩子也好 根本就掩饰不住心底的悲伤啊 这就在心底成了一块疤了 谁都不敢揭开来看 17年之后 真相终于大白 他们呢 也终于能够把这块心里的大石头放下了 让李先生感到欣慰的是 儿子的学习成绩啊 一直也不错 并且还顺利的考上了大学 选择了法律专业 儿子也说 不管什么样的社会 这样恶劣的事情 这样恶劣的案件 总归会是有发生的 但是 如果他们得不到法律的严惩 那么大家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他为什么学法律 就是想让悲剧不要再发生 这案子呀 也就说到这儿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来给大伙简单的说两句啊 就是这犯罪嫌疑人归案之后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说心里踏实了 那么 为什么他们会说心里踏实了 逃亡十几年 他们的心里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呀 用学术上专业点的词来说 这叫逃亡的噩梦现象 就是这种逃亡状态的时候 他的心里是很奇怪的 第一个 他有着负罪感 有人哪会痛哭流涕啊 有人会这个痛不欲生的 再往下呢 除了负罪感之外 就是焦虑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了 凡是在逃的犯罪分子 他一看到警察就哆嗦 你甚至有时候看见穿保安衣服的 他都哆嗦 听见警车的那个警笛声 他就感觉是冲他自己来了 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安稳日子也过不了 那么还有一种心态是什么呢 在焦虑过后 往往就是我活出去了 我作案拿到的钱 我挥霍完了 我吃喝玩乐完了 哪天抓着我哪天算 我活出去了 甚至很可能继续做下其他的大案要案 最后一层心理 就是往往被抓住的时候 吃得香睡得着 这心里边算是石头落地 所以你看这整个过程 就包括犯罪分子 做完案之后 哪怕他逃掉了 这个心理过程是很复杂的 当然我们再从这个案子来说 时隔17年 为什么依然能够破获 就在于那枚关键的残缺的指纹 这就是现在行政科学技术发展之后 包括指纹技术 DNA比对技术 网上追逃技术 现在真的可以说是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了 像过去一些没有物证的 没有什么其他证据的一些陈年旧案 可能时至今日依然很难破获 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南大碎石案 但是时至今日 发生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之下 只要你是犯了罪了 只要你是犯下了这种大案要案了 不要想跑 不可能跑 你躲得再远 你躲得时间再久 你躲得再隐蔽 也依然是难逃法网 咱们在讲咱们的案件故事之前 对唐山大人事件 稍微的岔开两嘴 本来不想着提及这些热点事件 但是看到这两天 在网络上 这可以说是舆论风暴了 也就有这么两句话想说说 但我也没整理文稿 也没说理出来一个 什么特别系统性的 条理特别清楚的一套观念 就是想到哪说到哪吧 哪说哪了 唐山大人事件来龙去脉 大家都很清楚了 那个视频相信大家也看过了 这是对社会公序良俗 和社会大众安全感的 这种赤裸裸的挑战 这种行为 这种现象 那是必须严厉打击的 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 在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一时间 警方的处理 显然没有那么的完美 为什么现在又开始 接二连三的去抓捕这些嫌疑人 那么第一时间 你们是没有定位到他们吗 还是什么样其他的情况呢 如果说没有社会公众 这种广泛的关注这个事情 是不是就以寻衅姿势处理了呢 当然了 我们没有办法假设 如果毕竟后续警方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相关的涉案嫌疑人已经全部抓获 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等待后续的官方通报就可以了 但是呢 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 网络上啊 为什么舆论啊 现在这么热热闹闹的 网络上出现了好几种论调 一种是煽动男女性别对立的 对吧 往往出现热点事件之后 就会有性别对立的话题出现 其实对于这个话题 我之前一直是避而远之的啊 因为这个你反正怎么说 总会有人骂你 还有呢 煽动南北方对立啊 包括这种地狱歧视的现象都有 其实这都是有问题的啊 咱们不说对立问题是非对错 咱们就来说说 其实为什么人喜欢搞对立 这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 我们就拿男女性别对立来举例啊 这和近些年出现的针对女性的侵害事件 必然是有关联的 但是更多的一点在于什么呢 在于啊 我们人类吧 在思想上 甚至我感觉是在基因上 就喜欢搞观念对立的 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为什么搞对立啊 其实往前倒 倒到过去 人们还在喂吃的啊 在四处争夺的时候 那么人类呢 往往会树立对立面 这样就不管是你的敌人 还是你的队友 都能够更快速的就分清楚了 分清了阵营了 就找到彼此了 这就容易形成集群效应 这在早期社会里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集群 只是早期人类社会的集群更单纯 后来啊 社会越来越复杂 各种各样的集群效应也越来越复杂 不过啊 从根本上来说 性质没有变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人为什么喜欢搞这种观念对立 观念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某种想法 对吧 某种思想 到后面会变化成我们的某种意志 甚至成为了我们的价值观 一旦有另外一方对我们的这种价值观 进行了驳斥 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反抗情绪 会认为我受到了蔑视啊 会认为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啊 就会有这种想法出现 当然像在一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啊 时代文化背景之下 好比说是战争年代 那么人们的这种对立呢 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所有人都能够共同找到一个对立面 对吧 入侵者啊 我们的敌人啊 那么这是我们共同的对立面 这样反而我们这个集群内部会显得非常的稳定 但是在和平年代 那么这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细节上的观念 形成了这种对立性啊 就像现在喜欢吃甜粽子 还是喜欢吃咸粽子哎也能够在网络上吵的不可开交 对吧 甚至我们再来说一点 很多时候我们这种观念的对立啊 都不是说追求个是非对错 反而最重要的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顺服 这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 甚至我感觉就像玩游戏啊 带的天生的自然属性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当然了随着我们见识越来越多 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这种观念对立的边界呢 会越来越模糊啊 这是我说的网络上啊 关于这种对立性的舆论的一些小看法吧 不一定对啊 另外呢 舆论上更关注的是 这个事情最后会怎么量刑 对这个事件怎么定性 其实这些都有着严格的法律的规律 不一定 他们的行为到底是寻衅滋事还是故意伤害 那么在暴力事件之前 这个人去摸那个女生的后背 这是属于性骚扰 还是普通的搭讪 这个你必须是有严格的程序来审定的 最终的量刑必然也要参考最后几位女孩子的伤情鉴定啊 这个鉴定也是有着严格的标准的 到底是属于轻伤还是属于重伤 我们固然说希望对这样子的人渣啊 进行严厉的打击 能够有一个严厉的法律的惩处 甚至我看很多比较激烈的言论都说 能不能判处死刑啊 案件的最终量刑一定是根据案件本身啊 包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来进行一个审理的 如果说啊 网络民意最终影响了司法 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恐怕也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行了 这个事说简单的说说 这一说又说了好几分钟啊